2014年夏天,意大利顶级次翼珍蒂莱,被森林拉以第53顺位选中,随后他的签约全被交易到了火箭。 但火箭没有急于求成,他们不介意让珍蒂莱前往欧洲锻炼,在过去四年里,珍蒂莱带领球队拿到了两次一甲联赛冠军,一次意大利杯冠军和超级杯冠军,两次入圈全明星。 今年夏天,火箭在封线上,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等人,于是他们又想起了当初一只魂牵梦绕想要得到的欧洲球员。 今天,根据美国记者San Monaco,报道,珍蒂莱确认自己将参加火箭的训练营,球迷们不禁感叹,珍蒂莱真蒂莱了,虽然珍蒂莱在欧洲蓝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, 但他的完美表现,大多集中在2016年之前。 然而,伤病问题让珍蒂莱得个人能力急转直下,他辗转希腊豪门,以色列球队是终于遇不得志,场军只有个人数的得分,状态远远不如当年。 上赛季珍蒂莱加盟伯罗尼亚后,又有了一些起色,驻战23场场军,已经能拿到16.7分。 不过,珍蒂莱是一名优缺点,特别明显的球员,他的突破进攻能力出色,但完线投来能力失准,再加上欧洲球员的对抗能力不足,他在防守端的表现可能难以进入人意。 而火箭在现在的情况就给珍蒂莱了一个训练营合同,可能会是一种廉价淘宝的感觉。 双方互相给对方一个机会来寻求未来的突破,火箭不乏优秀的得分手,他们更加轻,赖锋献的防守球员。 此外,即使珍蒂莱能够如愿得到火箭的训练营合同,在四年之后和一中人迁军,他恐怕也很难留在火箭。 珍蒂莱身高2.01米,可以尝试去打2号位和3号位。 但在得分后位位置上,哈登和哥登基本不会留有时间,而向前锋位置上,安东尼、恩尼斯、艾德华斯和卡伯克洛四人将面临巨大竞争。 事实上,珍蒂莱的真实对手,只有艾德华斯和卡伯克洛,更加深刻点说,他想要完成救手,必须打出疯狂的表现。 自由市场,已经到了这个时刻,联盟好强想要一步登天,迅速提升球队势力已经不太可能,但火箭队仍然在做一些微小的调整和尝试。 虽然珍蒂莱现在是极其无名之辈,但万一它成为杰拉德格林那样的骑兵呢? 航满影员从来就不只是巨星的流动,这些微不足道的运作,可能会影响到未来。